最近在硅谷最热门的话题就是ChatGPT 这是一个超过我们所有人的知识的超级大脑 很多人认为它的出现代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基点已经到来 它为什么会如此强悍呢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是Stanford机器人泡沫士 在硅谷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科技和解读 你可以先收藏和关注起来 这个ChatGPT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它是由一个非盈利组织OpenAI所开发的 意思就是开语言的人工智能 Elon Musk也是他的创始人和投资人之一 这家公司之前做的最有名的是GPT3.0 这是一个超大的自然语言模型 这次的ChatGPT就是基于它的GPT3.5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强大 我在上面注册了一个账户来亲自体验一下 它的官方说明并不支持中文 但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来用中文跟它对话一下 我先问它懂不懂中文 它说它懂中文 我再问它怎么改进我的英文 它的回答非常的顺畅 也非常的全面 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中文不好 或者是一个机器人说的话 下面一个问题就比较有趣了 我问它对马云的评价怎么样 它说它只是个语言模型 没有办法对一个人做出评价 下面我就问它 我喜欢滑雪 那怎么能够改进我的这个刻画 也就是Carving 它给了我一些比较笼统的建议 我觉得它说的还不错了 下面我就来测试一下它的专业的能力 先问一下它懂不懂半导体光刻 没想到它还真懂 还解释的还不错 再下面就更有意思了 我问它懂不懂逆光刻技术 这个是我上一家创业公司做的 也是我命名的技术 全世界懂这个的也不超过几百人 没想到它解释非常的正确 简直比我写的都要好 这个确实有点太神奇了 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没有用中文写过这方面的论述 那这个超级牛的聊天机器人 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实际上是通过三步来实现的 第一步呢 就是用一个可监督的模型 来训练对话 这里呢 它用了互联网上各种这样的 问答型的网站里面的内容 进行训练 就是类似中文里面 知乎这样的网站里面的内容 第二步呢 是用加强训练来优化它的这个模型 就是由真人提问 这个聊天机器人会给出三个答案 然后由真人来选出